国会风云带您掌握立法院的第一手消息 那么今天是星期三的委员会 那么在经济委员会 今天邀请到的是经济部长来背询 但大家当然都很好奇了 最近最夯的议题 莫非就是这 挥达的执行长黄仁军说 有意在来台设厂 那么这个设厂的地方到底要在哪里呢 现在有九个县市都表态积极争取了 包括在南台湾的台南高雄 甚至是台北新北 甚至是桃源都希望能够招揽 黄仁勋来设厂 只不过经济部到底有没有给一些建议 说接下来设厂要到哪里去呢 一起来听听看经济部长 郭契黑怎么说 这个挥达来台湾投资 我们是非常的欢迎 所以但是新的投资的部分 跟经济部还没有讨论 不过我们还是持续过往 在支持这个所有外资来台湾投资的部分 给予全力的这个支持跟这个补助 那因为其实各县市都在争取 那有可能经济通过策略和协助 把两个回复在电力上的投入 我们现在是没有建议 这个是这个回答他们自己可以选择 稳定空间是我们第一要务 那这个目前看起来盘点到现在 应该是电是够的 但是未来我曾经讲过 2005年到2025年到2028年 是整个这个AI的这个布名 那这布名会有多大 我们现在只能推论 只能推估一下 那现在我们跟台电的正在推论 可能会有多大 然后来检验我们能够攻击多少 可以听到郭聚会是藏调了 他没有给回答建议在哪里设厂 不过他认为人才的聚集地 可能是回答的另外一个考量 只不过当然外界就很好奇了 台湾现在能不能保证 他们来设厂供电无余呢 郭聚会也藏调了 的确他们现在有跟台电在讨论 未来的AI厂如果设置的话 那么到底可以来供电多少 那不足的地方 是不是还要继续盖电厂 或者是有其他的帮法 他们现在都还在演绎当中 以上是郭聚会风云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